9月26日,第二届海峡两岸国际医疗与特区服务发展大会,第13届高端医疗服务与建设研讨会,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举行。 张文宏说,全球第二波疫情或将来临,中国也以为输入性病例做好了准备,但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,在人员聚集时,不要忘带口罩,务必勤洗手,这样国内的疫情是可控的, 也是可以预期的,但他表示,从目前世界各国疫苗研发的进度,以及现有的受试者的抗体水平来看,他对未来充满希望,他同时指出,世界多国携手合作,消除壁垒,共同抗疫,可以期待未来一至二年的疫苗卫士,让世界走出疫情阴影。